兔小贝故事 胆小先生 有一个人,他胆子特别小 连见到一只小小的蚂蚁也害怕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 胆小先生有一间可爱的小屋子 一天,屋子里闯进了一只母老鼠 胆小先生追呀追,在地下室抓住了母老鼠 母老鼠恶狠狠地说 你快放了我,不然我一坐脚,整个屋子就塌了 胆小先生害怕了,他放了母老鼠 他允许他住在地下室里 母老鼠在地下室有吃有喝 养得白白胖胖的 不久,母老鼠生了一锅小老鼠 小老鼠长大,变成了大老鼠 大老鼠又生了许多小老鼠 小老鼠又长成了大老鼠 这天,已经成为曾祖奶奶的母老鼠 吵着要和胆小先生换房子 换房子? 胆小先生大吃一惊 对,换房子 老鼠们一起喊叫着 胆小先生看着这么多老鼠害怕了 他只好住进了地下室 老鼠们可高兴了 在房间里又跳又闹 他们还睡在胆小先生的床上 盖着胆小先生的被子 他们在厨房里 拿着胆小先生的东西吃吃喝喝 在梳洗间洗澡化妆 新年来了 他们还开了老鼠联欢会呢 母老鼠又让这要胆小先生搬到外面去住 说什么 这么好的房子 你没有资格住 什么 胆小先生急得跺了一下左脚 咚 整个房子轻轻抖了一下 不 胆小先生气得跺了一下右脚 咚 整个房子猛烈的摇晃起来 老鼠们害怕极了 因为是地震了 一个个抱头乱窜 胆小先生拿起扫帚 这儿一扑 那儿一扑 打得老鼠吱吱乱叫乱逃 胆小先生望着老鼠逃出门外的情景 自豪的说 原来我是有力量的 哎呦 我会幻世费 这儿一扑 也会幻世费 因此